台北陳忠諺 他不知道陳忠諺後面高手如雨你知道嗎 賴欣德 金桃流的人鬥爭高手 我表面上你在那邊 白天立法院跟你嘴巴隨便講講不理 晚上記者就開始幹回來了 那就是賴系在鬥嘛 那就是賴系想說幹你當我媽吃素了 你動我底下的人 媽我一定幹死幹回去啊 那表示我底下講你做嘛 晚上幹回去第二天他就承認啊 他就承認是他負責啊 那好啊 那我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啊 那台灣這一波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是不是因為3加11考試來的 就是啦就是啦 他媽不然還怪雙北嗎 雙北問華自己生出一個病毒來了 狗屁幹這側依這很扯 那他3加11到底要幾個人負責呢 他媽3加11就開會那些人負責啊 還有第一個協調會是誰負責 是桃園縣長負責 哎呦那你意思說會動到二二個這文菜 當然是啊 第一波是在用工會的成員跟縣長一起開會吧 對 縣長答應幫他們轉達成群啊 你知道嗎 然後才有出現一個叫做泛雲出來了嘛 然後泛雲就正式開協調會嘛 然後這泛雲協調會有個屁用啊 泛雲嗎 能夠影響到鬼頭啊 那誰能夠影響這個 影響陳時中嘛 當然是二二哥才有能力影響嘛 所以你去看會議記錄嘛 那這個中心3加115加9這整整做出過專家會議對不對 對啊 那你一個人幹了嘛 他一個人就幹掉了啊 那陳時中就沒人幹掉了 你問吳董一件事情啊 范雲是不分區啊 他出來講話就代表黨出來講話 黨出來講話你一路追上去 那不就是蔡英文要范雲出來講這件事情 以便幫他們爭取權力嗎 他們沒有蔡英文范雲這傀儡敢講什麼屁 而且當天現場還有另外一個 洪生看兩個都是不分區的地位 我直接問嘛 我知道你是英氣的啦 那我們問一下邏輯嘛好不好 那沒有蔡英文是怎麼講的 我認為這個事情應該是 應該是鄭文燦拜託范雲 你的意思說沒有上到大老闆是吧 大老闆不管 大老闆屁是不想管 大老闆這兩天 你看他之前這兩天是要開氣 都開在林立拉啦 對啊對不對 所以范雲這個後面 應該是跟桃園邦有關係啦 然後我講難聽一點了 一百個范雲開協調會啦 陳時中也不會鳥他啦 廢話他就是回壘啊 哎對啊 但我插個嘴 我把這個問題再理清一點 你講如果是桃園邦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趙正宇 這個鄭韻鵬 他們真正桃園邦啊 為什麼不他們出來幫 鄭文燦洗地 要一路拉到范雲去呢 哎媽的 這個是塞康誰不知道啊 當然是塞康啊 媽的 當然找范雲這種傻瓜嘛 范雲不懂嘛 范雲也不知道是有影響力啊 范雲一輩子也沒有想過 他去開個協調會 既然會變成事實啊 成功的協調會 你就問 你去查 去查范雲當地把我贏到現在為止 開過去一場協調會 我跟你保證那一場成功 他是個屁啊 他都開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啦 什麼幫勞工爭取什麼啦 把這邊說做什麼 白色恐怖當年我被人家跟蹤啦 根本沒有任何實質影響力的會議啦 他就是一個沒有實質影響力的立法委員對不對 怎麼突然就變那麼夠力嘛 所以他是人頭嘛 後面有淫武者才會夠力嘛 今天一定有後面淫武者 利用范雲這個人頭開一個會 然後全時都接招把他變成事實 這個才有意義嘛 所以這個裡面啊 他們都很壞 都事先知道會出事情 所以找那個250個范雲出來當人頭來頂嘛 我給你保證你去查范雲當立委 他開的 因為開學校會都要有會議記錄 給你保證你沒有一次是嗎 這個政經事 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因為不分區是沒有票在背後的資源的 他不像地方選民 就是我譬如說我今天在雲林我是立委 那我要開一個跟六親相關的活動 我要協調之後 不然我就派人來包圍你 那我選民就來包圍你 范雲好去包圍衛福部門 范雲是一個在這件事裡面 就是一個被利用的起始 不分區有分兩種 一種叫大圍一種叫小圍 范雲是什麼小圍的 一種大圍的叫柯建民 超級大圍 他不要開學校會啊 但是民進黨的人都很厲害 民進黨議員都很厲害 知道這個是篩糠嗎 有人要去碰 沒有人去碰的情況之下 可是不好意思啊 後面有一個大哥在這邊拜託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真相 應該是後面有一個 桃園幫的幫主的影響力 才講白的 沒有幫主的影響力 這個陳時中不會聽的啦 陳時中也沒那麼勇敢的 去幫他扛嘛 陳時中他就扛這個3加11 他也要付出政治代價對不對 那他人請來做給范雲嗎 當然不是啦 范雲算個屁啊 他連路邊攤販都不需要做球給范雲接好了 所以就知道是桃園幫 好那我們現在講 所以桃園幫幫主幹了這個事情 然後最後做決定的人是誰 是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把全台灣搞到疫情大爆發 到今天有沒有人去追他責任 有追但他到處躲啊 天翻地覆他從5月底說謊到現在 先說他沒開會 然後說是陳彥宗 然後說陳彥宗之後再被問說 啊那沒問題陳忠彥 然後再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這個他當天沒參加會議 所以是我負責 他第一天就說有會議紀錄 到最後一天被問的時候 說沒有會議紀錄請監察院見諒 幹這鬼才信吳董 當一個衛福部長殺了這麼小的謊 只為了想要逃脫責任的時候 我先問在這件事情 他上面是他沒招了 他只好騙這種狗也不信的 沒有會議紀錄這幾個字 這個會議紀錄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是誰把台灣搞成這個樣子 誰是始作庸者 如果今天3加11是主要原因的話 陳時中就是始作庸者 那始作庸者居然我們使了200多個同胞 陳時中就是負責 從來沒道歉 從來沒道歉啊 他一個字都沒道歉